就是這份課後輔導家長確認單 惹來外界質疑 因為上面的選項只有三項可勾選 第一項 全力支持 第二項 支持 第三項 配合 看來看去 三個選項 等同於只有一個答案 想要不參加 似乎都不行 這樣是一定不合理的 只是他應該還要再有一個選項 就是說不想上課的人 還是可以勾不想上課 三個都一樣啊 所以說你選哪一個都一樣 那都沒有辦法了 那是要配合 這份問卷來自新北市樹林高中 要調查新的一學期 家長讓學生參加課後輔導意願 只是帶有爭議的問卷方式 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神回 那就支持 但不一定要配合 又有人說自己畫一個拒絕 然後打勾簽名 而其實教育局也明定 不能強迫學生參加課後輔導 面對外界質疑 校長澄清 這只是調查表 而非最後同意書 我們主要是針對家長 先了解家長他們的意願而已 那事實上我們之後還要再發那個同意書 讓學生跟家長討論一下 他們要不要參加這個課務班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如果真的強迫學生參加 會糾正學校 同時也會影響校長的考核 但初步認定 樹林高中只想了解家長的看法 沒有違規的情況 一張單純的問卷設計成像是單選題 難怪會引起爭議 記者楊錦彰 王國神 新北市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